各位流氓者们晚安 大家好是我Change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 流氓到3.19卡兰德迷糊 前两天的游戏心得 那今天准备到了第三天 基本的装备也都弄好了 可是前两天 一般玩家休闲玩家的脱汪状况 应该算是蛮凄惨的 造成这个原因 相信应该有看 实况组或者Reddit论坛讨论的玩家 应该都不意外 传说道具的掉落率非常的低 而且基本的通货的掉落 也是被调象非常多 我们自己打感觉还不能明显 可是那种多人打抱团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掉落物的那个量是非常少的 好那进入到渔图 有什么重要的关键期 张杰就直接进入可以吗 那我这边给大家建议 以前是推荐大家进捷道 现在是基本上一定要进捷道 否则你正常打进度的话 你会断很多通货 包含了点金石点黄图 还有一大堆打地图当中 包含基拉克拓图都会断 会非常的可怜 那截到这个任务有个重点 基本上我们需要准备一个仓库页面 来做一下这个混沌石的配方 低等的话你可以拿去搬机会石 然后60多等的时候开始 你可以把整套装备拿去换成混沌石 有一定的混沌石之量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准备买一些关键的传说道具 或者是接下来的金装等等 如果你鉴定不到的话 都需要在这里买到好 基本上进入白黄图的很长时间 你是几乎没有任何的收益 应该说是没有稳定的收益 假设你的运气很差 不要说收益打平了 你甚至要在拓图过程当中 点金或者是接下来的瓦尔红图 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OK 那接下来的话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你在截到的过程当中 现在可能就以这种混沌石配方为准 因为绝大多数的掉落 我个人觉得像是传说箱子 问号箱子 它掉落的东西都变少了 那通货箱基本上我觉得还算是持平 都可以做一个优先的选择 就跟过去联盟一样来偷解到就可以了 只是要注意 你要传说装备的收益 应该会降得非常的低 主要真正的收益应该是通货箱 野生的小箱子通货 以及搬砖的量 好那在拓图过程当中 有几个重点 假设你真的不是很想死的话 你可以使用幼儿图腾 跟受伤死释放这种诅咒 时空锁链或衰落都可以 降低群怪的杀伤能力 幼儿图腾可以面对一些比较困难 像是精髓怪 可以拉住它一小段的时间 但是你不用期待它能够有多少防御机制 因为现在的精怪在精髓里面 它会同时拥有了哨兵池罪 再加上每多一个精髓 它会增加它的血量跟能力值 非常的可怕 那绝大多数的玩家 使用死亡时传送门的选择 也是越来越多了 这个官方已经承诺会乐修了 那接下来的话 还有就是花园的部分 花园的这个量 跟这个命能的消耗 实在是不成正比 你在打完花园挑战之后 你就会发现 以前我只打一个小小的花园 就可以稳定的丢这种 像属性的可能一个小花园 可以丢到将近十次 可是现在的命能 顶多就让你做到一到两次而已 那剩下比较困难的高等命能 以它的量跟稀有度来说 虽然现在谁都可以拿来做这个命能 但是这些命能的使用量 跟它的价格 都会让一般的玩家在前期 对于花园很却步 特别是如果你是智力玩家的话 你基本上不会想要去尝试 花园这个内容 OK 那进到语图当中 如果你觉得红图开始 有点太过于难拓图的话 也有个小技巧 那接下来的话 你可能会需要使用天赋当中的神域 神域的话会给你这些碎片 那这边有个简单的做法 就是 这边蜕变它 然后你觉得这个尺寸没有很难 直接让它复好 多一点小尺寸 瓦尔它 它基本上就会比一般的点睛图 还要来得比较简单一点 那一般来说点睛瓦尔图 它的那个尺寸一整条 那个什么七八条以上 让那个一般玩家根本受不了 你基本上还可以靠着改造石 控制一到两条的尺寸 那之后多出来的两到三条尺寸 那就基本上可以送它了 好那接着我们再来讲到一个 语图天赋的重点 在拓图的过程当中 有几个重点是一定要拿的 第一个是地图的掉落量 那前期我还蛮建议大家 把基拉克任务都拿起来的 它可以避免你断图 以及有一些图死都找不到 接着的话就是升高一些 接图的重要性 才比较容易打得上去 我一开始点了这两圈 还没有点到其他基拉克的话 你在黄图到红图的拓图阶段当中 可能会稍微的小卡一下 那我这边建议大家就是 先不要点精髓 也不要点这些 风图啊探险啊 这些全部都不要 优先就是走股价出来 然后把这两圈三圈 基拉克任务 还有这里全部都点起来 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确保 达到红图的时候不会断图了 先确保拓图的过程当中 顺利不断图 再来考虑后续的一些事情 会比较好一点 那以我目前的语图天赋的话 我以前过去都会使用到神域花园 但是我觉得神域 如果你把神域全开 到了目前的精涂阶段 有些地图的地形实在不好 比如说通道宅小 然后一定要让你泡在神域的温泉里面 你的角色基体能力 如果防御机制没有做到很顶规的话 死亡暴毙率实在太高了 那我前面死亡 几乎都送给了很可怕的精髓怪 以及神域里面莫名其妙的 一堆debuff张地板 非常的可怕 那他在前期的白图黄图 我觉得还是可以稍微点出来 之后再洗掉 因为可以帮助你获得一些小通货 或者你直接在截到里面 偷久一点 那一般来说 我是直接建议大家 从60点偷到70点 就可以出关了 现在如果你没办法赚到那么大量的通货 还是觉得截到比前面的图 好赚很多的话 事实上也是这样 我会跟你们说 结论就是截到会比你 除非你已经拓到准备要打这种 红蓝圈圈了 否则截到真的是 赚起来会比较稳定一些 好 那当你截到完成所有的装备到进图的话 你会发现生存 还有一些压力的部分 那借我刚刚讲的那些方法 可以多少的解决一点 但是你还是避免不了 你要开很多防御光环 然后还是会有暴毙风险这件事情 现在的怪物就是恶心 有的会降你回复能力 有的会直接把你定住 甚至山羊跳过来 怪物投射 无从画面射过来 其实会多几条 你就是在前期 没办法做到那种 护甲超级高 大抗全满 然后格挡也满的这种 很鬼神的生存的时候 这边死亡都要 大家要注意一下 都会发生的 好那到了游戏的终后期 大概红图拖的差不多 我这边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 你准备要刷红图的时候 就把这种神殿都拿起来 当你拿到神殿 你就算没有使用贼欧头 但是在刷图的过程中 减一个神殿 还是可以让你 基本上有到两个神殿的效果 持续一分多钟 在刷图过程当中 还算是比较轻松一点的 包含了加速加防御之类的能力 接着的话 我会选择探险 为什么选择探险呢 探险 它可以在前期换到不错的通货 使用图针的方式去换通货 然后用它的探险老大 可以交换一些大探险书 跟其他角色换东西 还有些骰子 或者是其他人会使用到的一些通货 赌装备跟做装备 这个看你个人的喜好 但我觉得光靠图针 跟这个炸粉老大 这整体的收入就很不错 那其次的话 我会再选择一个 因为目前基本上就是 一个比较快速 类似师徒的方式去来打 那我希望跑图最快的获取就是使用捷到 目前跑捷到的人也很多 那点了这两圈之后 可以有比较不错的盗贼通货的收入 还有蓝图跟这种契约书的获得 都还可以 那接下来红蓝刷网就看 你打算哪一个比较卖 或你个人本来比较想要打哪一个 都可以做一个选择 主要就是这两边的祭坛都要拿 那你已经稳定好 你要刷的内容的话 旁边这个不能使用碎片 但是能够增加你的遇到联盟机制的问题 然后把你不要的东西都封好 留你所需要的联盟机制 这样差不多就可以打了 那这边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 我尽量我不想碰金水 因为现在的金水真的是有点太强了 而且不是每张图都能够稳定的预掉好大的 那花园的部分呢 除非你觉得你农民能有一定的收益能力 或者是你很需要花园来做 那不然的话我也是不会选择投资任何的花园 那现在的话我就是尽量把图量维持在 已经可以稳定的打到T16 红蓝双王也都已经过了 接着就收集一些其他的BOSS地图 一路的推上去 且联盟机制 然后刷门票进度 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比较稳定 稳健一点的收益 好那我们最后来讲到这个联盟机制 联盟机制其实我真的很不想要来说他有什么不好 可是他真的是还蛮烂的 第一个 我现在都已经打到5x5很多 我已经打了非常多次了 所以我觉得我这样说应该也算是有点公信力的 基本上你要到6到7或者是8以上的进度 他的阶级就会难非常非常多 那运气好的话 你是可以排到10多级 11 12我都有排到过 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一开始给你的面板不是很好 就算你可以从这里的选择 把它弄成一个蛮漂亮的蛇形 可是他的起始点会决定说 你的效果究竟能不能延伸到最远的距离 那第一个我们必须把这个点 来延伸到这个边边的距离 基本上我们就是看他们的这个点数 跟他的这个移动的距离会有多少阶层 像这里这边只有4 因为1234那这边会有6 就是不要算斜角 直线距离当中最远的距离 就是决定他路口到他的阶级会是多少 那他会给你这种有框的东西 有两个框 三个框 还有4个框的有框框的东西就尽量可以把它堆在地图的这个最边边 进度最高的 那我这边原本是幻想说路口可以这边骰到转换的东西 移到这个最边边让他可以走最远 但是实际上这个梦想非常的丰满 那实际上你也遇不到每次都有这种转换的空间跟余地 所以我这边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 这个就当缘分就好了 你在排放他的内容的话 只要尽量把路口放在远处的时候 就说我这边要认真排了 然后在这边遇到说路口可以转换到边边的话 那在这边做一个决定就好了 下面的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你可以在这边重新塞他的面板 以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他可以把一个内容给ban掉 然后之后不会出现 然后就可以更有效的选择 你的面板内容 那我整体打下来的话 除了通货箱 比较容易可以开到比较多通货 甚至我还要开到一颗神圣石 但是其他的手艺包含了禁止反射的戒指 坦白讲你在前期很难找到一个 真的很不错的戒指 你看到一条磁绥 哦好猛了 但是他的抗性 直接给你一个属性抗性减40多% 直接疯了 看到一个哇血量超级高 然后但是给你攻击敌人 击杀敌人 减少我们自己的生命 到底是什么东西 基本上他就是一些还蛮复杂 整体运作起来 你是需要去考量一些装备 以及后期玩法的东西 目前仔细规划这个东西 我觉得在联盟当中 算是纯属浪费时间 给大家一个口诀 然后入口摆在边边的时候再认真弄 然后尽量把这种有框框奖励放在边边 其他的东西就随便塞 然后有些比较功能性的 像是这种神殿 你可以把它塞在这个转角处 各个地方 然后让你在跑 整个内容会比较舒服一点 如果你不能把它弄成一字长蛇 你在这边转来转去 那你就要考虑说 你要先打完这边再走这边 还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次的联盟机制 与其说是要动脑 不如说是很麻烦 那是讲义也没有很好 不推荐大家打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之后应该会再出一些 小心的攻略 但是这就是我目前的一些心得 好 那最后告诉大家 我自己的战略就是 一直不断的用半师徒的方法 一直打 然后砸到好打的粉 你就去进群洞 然后去抢截道书 冲进度 那我觉得目前使用祭坛 然后去卖这些基本的通货 碎片这些还是蛮好卖的 包含了这个邀请 然后这些小的通货之类的 好 那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顺便补充一下 我目前只有遇到过两只这个王 掉了一颗链接石 还有这个没有什么用的护甲片 它这掉落率真的很窄 几乎每个都只会掉一到两个 有点悲剧 好那以上就是我对这个联盟的心得 基本上我就是觉得他给的奖励很少 然后怪物的强度过高 玩起来很不舒服 然后大概只有顶尖玩家 才能够在前一两天 买到他很爆炸的装备 其他比较休闲的玩家 你可能在准备你的第一套装备的时候 就比较心酸 所以赶快住到截道吧 这个版本的截道是神 救人一命 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的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